第1172集 悲催的夜沉沉 你前世太刚 所以乌倩倩与你已柔 你前世太直 所以铁补天与你已至 你前世无情 所以今生莫清武 补你已情 楚阳背诵一段出来 宁老您 宁老您不会是神经有毛病吧 这段话难道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宁天与怒道 那是雪大人说的 我只是傅树而已 我也只是最近才知道 这狗屁倒造的事情 同时宁天与心中也在奇怪 傅树雪泪寒的话 对楚阳一声开解的时候 宁天涯发现 自己居然没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 甚至当时那整个的一段时间里 都是情绪很平静的 居然根本没有意识到 故事里的那个墨清武 就是自己最疼爱的唯一的弟子 一直到现在 听到楚阳救世重提 才猛然醒悟 楚阳深深的叹了口气 我深深的钦佩您老的反应能力啊 这都过去多少时间了 宁天涯同样无语 对于这件事 他也是稀里糊涂 只是怒道 你居然要我去保护小五的情敌 难道你不觉得你在屋里取闹吗 宁天涯重重的哼了一声 心中依然不舒服 要是我走了 你怎么办呢 下面夜家里一些小崽子 可都是对着你来的 你走的时候清洗一下 费不了多少功夫吧 我又不让你杀光 你可以全都把他们打残了 一会儿我自己下去杀就行了 楚一座是打算拉长弓拉到底了 如此天下第一打手 真是不用白不用啊 宁天涯满怀郁闷的长啸一声 闪身飞了出去 只听见一路上长啸之声 越来越郁闷 越来越高亢 一路狂飙下山 他是一刻也不想再待在楚阳的身边了 看到这货的嘴脸就想踹上一圈 山下 夜醉满脸杀气 在队伍前面走来走去 连续守候了五六天了 楚阳还没从上面下来 夜醉心里头越来越怒 有没有什么发现呢 夜醉大声地问着 从另一个方向正飞身赶来的一位夜家高手 没有 我已经将东南西北全都打探了一遍 这六天里头绝对没有任何一个那个样子的人经过 我可以保证 他一定是还在这个山上 也醉哼了一声 还在这个山上就好 这次我无论如何也要杀了他 想起自己回到家族追击诸葛魂的时候 却发现诸葛魂居然一路急行 已经快要出了夜家领地 夜醉就是一阵郁闷 想不到诸葛魂如此的当机里断 拿得起放得下 一击不中立刻就全身而退 远扬万里 诸葛家的人抓不到 蓝家的人自然也抓不到 唯一能让他出这口气的就只剩下了楚洋啊 所以这几天里 夜醉陆续地将自己能够调动的力量全部集中在这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杀死楚洋 若不是赶赴西北的人已经走得太远 他甚至想要将那些高手也都节留下来参与这场围剿 为的就是杀死楚洋 现在楚洋在他心中的重要性列为第一笔杀 远远在九节建筑之上 目前集中在宝塔山下的夜家高手 数量已经达到恐怖的地步 夜醉咬着牙 心中像是有一团火在燃烧 不杀楚洋寝食难安啊 无意中吐露了最大秘密 已经是夜醉挥之不去的梦魇 无论如何也要杀死楚洋才能安心 他怕 怕某日一觉醒来 突然间有人指着自己说 他就是玉外天魔 他才是真正的玉外天魔 他为什么这么快就到了剑中至尊四品 那是天魔大法 玉外天魔之功 不信一战便知 若是如此 那才是真正的夜醉的噩梦啊 甚至这几天里 他睡觉都会梦见自己被整个天下追杀 坠落悬崖 却永远都到不了底 那种坠落的恐怖感觉 让夜醉浑身发抖 接着就从梦中惊醒 浑身冷汗 给我全力盯着 哪怕就算一只蚊子 也不准飞出宝塔山 无论如何 也要将玉外天魔楚洋消灭在这 碎舌万段 无论是谁的防守出了纰漏 自己提头谢罪 全家超然 现在所有人都把眼睛给我瞪起来 夜醉在叫着 不知不觉中 已经是布满了黑气 但是眼前的叶家族人都在低着头 不敢抬头 感受着大公子身上的凛然杀气 以及那狂暴到几乎要毁灭一切的怒意 谁敢抬头反驳什么 就在这时 一声长啸 突然从宝塔山上响起 他下来了 夜醉大喜 狂叫一声 所有人整齐抬头 杀气弥漫 就他妈是这个小子 让我们这么多人都在这挨训 你总算是下来了 哥几个不虐死你啊 还真对不住这几天的辛苦和憋气 但是下一刻 众人就变成了惊恶 随后又变成了惊骇 长啸声刚起时 应该在山顶 但是这一刻已经到了山腰 啸声越来越雄壮 似乎在这一刻 整个天地之间所有的生灵 全部都整齐的仰天大呼 轰隆隆的化作九天狂雷 金雷阵阵 狂疲而下 啸声还在继续 但是四周群山万鹤之间 已经是尘土飞扬 冲天而起 一笑之威 万里震荡 大地震颤之中 众人纷纷的站脚不住 有的东倒西歪 有修为低的 已经被震得坐倒在地 却还是在随着大地的震颤 一次次的谈起 夜最眼中露出了极端恐惧的神色 这人是谁 这人是谁啊 夜家族人都是头晕脑胀 哪有空回答他的问题 有几个当初曾经在夜家大院 参加过围攻武决城的 此刻本能的感觉到不妙 难道这次夜最公子 又踢到一块铁板了 怎么这次的声势 看上来比上次的铁板还严重啊 啸声已经到了头顶 四周方圆千里 尘土迷天而起 汇聚成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翻腾着向着青天滚滚而上 啸声中突然间 扑扑扑的声音连续响起 夜最在站立不稳中 骇人看到自己布置在宝塔山各个路口的高手们 一个个下饺子一般 不断的落在自己面前 慢慢的堆成了一堆 笑声落 一个灰衣人背负双手 缓缓落下 落在十几个人面前 脸带怒意 就是你们打搅了老夫清修 该当何罪 夜最吃了一惊 急忙解释 陈辈息怒 我们乃是 闭嘴 夜家的人 竟然不听夜最任何解释 夜最连连点头 心中恐惧到极点 盼望着这个人能够看在夜市家族的面子上 做事不要太决 我说谁有那么大胆子 居然是夜家的 回忆人哼了一声 两手连连闪动 四周仅剩的十几个人 被他抓小筋一样抓起来 扔在人堆之上 一巴掌抽在夜最脸上 夜最顿时就被抽得一脚离地 一脚脚尖 支着地面 陀螺一般猛的旋转了七八十圈 眼前金星乱冒 你个小魔宰战 回忆人低声骂道 夜最顿时浑身冰凉 头脑中一片混乱 他知道了 他知道我的秘密了 是啦 我在山上诉说 以这个人的修为 怎么能听不到呢 夜家一百多位圣级以上高手 就被这么叠放在一起 每一个都是口吐鲜血 失去了战力 每个人都是到现在 耳朵里头还是嗡嗡作响 有些人耳朵里头 甚至已经开始往外流出鲜血来 野醉诚惶惶惶 低下头去 眼中闪过一丝极度的恶毒 等我天魔大法到手成功 我就一只手捏死你 回忆人哼了一声 突然间扬声喝道 夜沉沉 到包塔山来 声音悠悠的传了出去 不急不徐 不韵不火 数百里外的夜家大院 突然间响起一声 霹雳一般的大喝 夜沉沉到包塔山来 夜家的几道围墙 本就在上一次被武绝成镇的七零八落 这次直接轰然倒塌 正在静视清修的夜沉沉悚然惊醒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知道 是谁在叫我去包塔山呢 夜沉沉当机立断 飞行而出 他清晰的感觉到 大吼的这个人 修为远在自己之上 既然这样叫自己去包塔山 必有他的道理 人影一闪 夜沉沉出现在房顶 下一刻又一闪 已经消失在晨光之中 包塔山前 宁天牙副手而立 背后是浑身哆嗦的夜醉 还有被堆成一堆的夜家高手 夜醉被宁天牙一巴掌打的体内魔器 全数被封住 此刻是真正的手无腹肌之力 不久 远方洒然风声响起 就像飓风吹过山林一样的声音 让人很难相信 这居然是一个人在飞掠时发出的声音 一道身影如同天际流星 猛然泄露 身子轻轻一个摇晃 已经消除了那快速行走的恐怖惯性 站在当地 一眼看到场中情形 不由得脸色一变 宁老 原来是您老人家在此 夜沉沉岂能不认识天下第一高手宁天牙呢 一见到居然是他 心中顿时就腾腾的打鼓 上次乃是招惹了武绝成 难道这次又招惹了宁天牙吗 这么一想 夜沉沉顿时有些牙疼 看眼前这个情况 还真有可能是这样子 我说小叶啊 你怎么回事 宁天牙先发制人 来了个恶人先告状 先站住里儿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在宝塔山修炼一会儿 你居然只是你的子子孙孙前来捣乱 你是何居心呢 夜沉沉脸色顿时就黑了 这帮混蛋出来闹事 居然还打着我的旗号 你怎么回事 看我好欺负不成啊 夜沉沉苦笑 您要是好欺负 那整个天下还真就没有不好欺负的人了 当下无奈说道 宁老息怒 这件事带我查一查 其中定有误会 宁天牙怒哼一声 什么误会 事实就是我在山上修炼 你的子孙却在山下又是大骂又是大吼 简直让我不可置信 夜沉沉 你们夜家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有家教呢 夜沉沉满脸羞愧 既是气的也是臊的 我容易吗我 我都一万多岁的人了 也算德高望重了 如今在这一个月之内 被人像是训儿子一般训了两顿啊 第一顿还好说 那时武绝成被招惹进了家里 不知者不为快啊 但在那之后 自己可是下了严令的 不允许再惹事生非了 可如今半个月还没到头呢 就又被宁天涯揪了过来 狠狠的一顿训斥 我 我招谁惹谁了我 夜沉沉简直是被自己这些子孙气疯了 浑身哆嗦 手脚冰凉 看来这夜家是真的到了大力整顿一下的时候了 夜沉沉心中暗暗下了决心 统统让他们滚蛋 我说小夜啊 要是我修炼的时候再听到这般声音 可别怪我不给你留面子 第1172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说明文字幕志愿者 李卓人 前继续的阅文字幕 李卓人